案例裡面做的動作 我先教育裡面 我把它取消保護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你們打開之後 第一個請你在哪裡呢 因為我要取消之後的話 原來的保護就可以看到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其實 第一個這邊是用today函數的 前面有做過 你當然也可以用now 不過我覺得now 這邊因為只要有日期 不要時間 所以用now好像沒有太大意義 用today就可以了 第二的話就是 我們到底是期限 還是下拉清單 這個下拉清單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有一 最好是我在旁邊這邊 有多一個郵件的一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話 當然就是有一個信詞 有一個天數 那當然我們可以下拉清單 我需要信詞這個範圍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是選取下面打性質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是選取整個 公式從選取範圍建立有沒有 找到頂端列 按確定一樣可以 兩個方法 大家看你兩個比較方便 那有的時候其實這樣頂端列 它會自動抓上面的性質 去產生一個範圍連結 ok 那再來的話呢 另外就是說呢 這個底下的天數 我們有一個性質之後的話 接下來可以在這邊做什麼 做一個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的做法應該還記得吧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它這個按鈕比較小 資料驗證裡面的話呢 記得原來是一個任意詞 那你把它改成清單 清單之後的話呢 它的來源就等於什麼 等於性質嘛 當然我講過就是你可以按F3 然後這邊有個性質 你可以把這個性質選取按確定 它就等於性質 按F3 所以名稱定義非常的重要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 那因為其實我建議啦 只要是範圍 你以後就用F3 然後先建一個名稱 在F3去存取 那這個使用起來感覺比較像資料庫 因為資料庫裡面就是很多的資料表 對照表一堆都放在那邊 那以後如果你要存取的話 F3抓過來就可以了 那頂多是有個提示 各位有沒有發現 剛剛我們在就下拉清單的時候有沒有 它這邊會多一個這個東西啦 那其實這個東西怎麼出現的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利用剛剛的 這個資料驗證裡面的提示訊息 有沒有 標題就是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將來呢 希望做出來長得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是在這邊做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輸入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 以後如果 我是覺得下拉清單 真的非常方便 有的時候 就是可以讓使用者選取 第一個它比較不容易輸入錯誤 第二個呢 可以當它輸入之後呢 自動帶出另外一個資料 這樣的好處就是 它不會做錯另外也自動化 效率也提高了 其實你會發現 只要輸入不要出錯 你就不需要檢查 不需要檢查呢 就不用浪費時間了 不然我發現很多人 每天都在檢查別人的錯誤 替別人擦屁股 那你跟他講呢 也是跟他講 他又在犯 那你也知道他沒辦法 對不對 因為他有些業務很忙嘛 他說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不然你就是簽怎麼樣 保護工作表 反正它輸入錯誤 就不要給它輸入就對了 他一定就是只能耐著性質 一定要把它完成 所以這邊特別需要 反正讓他下拉 然後提示一下 按確定 那如果當他選了一個之後 後面這個部分的話呢 要自動跳 一個什麼呢 如果是普通件 就是把這一天 今天怎麼樣 加上幾天呢 加上五天 那我們前面講過了 日期實際上就是一個數字 是跟1900年1月1號相差幾天 所以你加上五之後呢 他幫你帶過來的話 也會是一個數字 是說因為格式的關係 轉成我們看到的格式 不過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禮拜六禮拜天有上班 另外一種是禮拜六禮拜天 如果沒有上班 那怎麼辦 我們先解決第一個 如果禮拜六禮拜天有上班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插入函數 做什麼呢 因為我把這一天 加上普通件去查詢什麼 查詢這個對照表 所以這邊有個對照表 就是郵件 一定是查性質 把它後面的這個天數帶過來 去跟今天相加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這邊有個郵件 那我們查詢的方法就是 插入函數 要不要更正一下 應該是先等於什麼 等於今天的日期 加上我查詢 所以查詢的話 我可以直接在這邊 下拉清單其他函數 幫我把V2函數串在後面 檢視與參照 然後V2函數 去查什麼呢 我要查這個性質 去哪邊查呢 去F3 查我的郵件 我剛剛有看 如果你不確定 你現在點下面 再點上面一下 它會出現在這裡 這個是查詢 查到之後 把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在第二欄 所以Covernd index number 把它在欄 比對方式完全一樣 輸入0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自動帶出 2017年 五天之後 加5 沒有問題 可是這是第一個 這個是沒有避開6日 但是另外如果說 我今天希望避開6日的話 那這個時候當然 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所以這方法一 是今天加查到的五天之後 因為普通件 用查詢的方式 那如果要避開6日的話 這個方法就不OK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插入函數 用哪一個呢 用之前好像有講過的 或者有講過可能有帶到 叫workdays workday 應該是 networkdays workday沒有加s workday 那workday基本上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有幾個訊息要你提 這個叫什麼 star day 就是從這一天開始 days幾天之後 那幾天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也是 去查嘛 查什麼 根據這個查出來 五天之後 那workday 它基本上就工作日 意思是說禮拜六禮拜天 它會自動避開 另外如果說你有holidays 有沒有 你也可以在家 不過這邊我們好像 我沒有去把那個 那個 國定假日做個清單 如果有你可以選進來 這樣的話呢 除了可以避開6日之外 還可以避開國定假日 國定假日就是這個 以後你也可以自己加 幾天之後呢 我可以再一樣 插入一個什麼 V環數 用什麼呢 用這個去查 查什麼呢 查那個我們一樣的郵件 然後一樣是抓第二欄 一樣是完全比對 它查回來是5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會幫我怎麼樣 避開holiday 因為我現在沒有家 不然你holiday 還可以再選 只要是一個範圍就可以了 把那個 國定假日 你也許在另外工作表 叫國定假日 那你只要列一個範圍就可以了 那些都是日期 你把它選進來 它也會避開就對了 holiday是 那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本來應該加5天 可是你會發現 它多了兩天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是禮拜 禮拜三 禮拜一天兩天 這個兩天休息 所以它跳過了 但耶誕節 耶誕節有放假嗎 是國定假日嗎 好像沒有 那就沒辦法 如果是的話 你也可以在holiday裡面 避開 Christmas 對啊 這麼重要的日子 居然沒放假 好 那就是它就跳過了 就是27 OK 所以這個是有避開 另外沒避開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再來看就是 就是